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昨天呢有一位脸友就给我留言 就说有一位师兄呢 得到了阿弥陀佛的视线 告诉他 大概在七点钟要准备往生了 希望大家给他祝念 紧接着呢 我们群里的脸友啊 都是非常随喜赞叹 非常欢喜的 给他念佛祝念 结果呢 过了几个小时以后 我就收到了这位脸友本人的留言 他是这样说的 感恩敬雅师兄为我祝念 我仍在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 连日来招惹了一些灵体 有幻觉 不用为我祝念了 实在太打扰师兄们了 他又是一个例子 欲知实质 没有往生 我前一阵子也分享了 我自己的母亲 欲知实质 没有往生 为什么最后招了魔 有了魔镜现前 障碍了往生 今天早上刚好 又看了定红法师的一个开示 为什么欲知实质没有往生 为什么会有鬼神的附体 会有魔镜的出现 这些对我们执着于往生的人 都是必须要看的 也是必须要上的一课 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个视频听完 因为对我们往生 实在是太重要了 他在修行的过程中 那么功夫稍稍得利的时候 就是修有一点定功了 甚至有一点慧解了 智慧现前了 好像有点悟处了 或者是得到一点定 一点清安 法喜 如果认真修行的人都会得到 结果他不知法相 因为没有认真学习过经教 尤其是这些修行的次第 每一个层次的境界 他没有去学习过 不知这些法相 所以为称自己已经正果了 或者得禅定了 得三昧了 或者开悟了 这些都属于曾上漫 正果党 这个党就包括刚才讲的 这个 为得四残 为悟道 等等 为有神通 他这种神通呢 不是自己修长的 因为他有一些想求神通的念头 所以就招感一些非人 鬼神 他就随顺你的心意 你喜欢通吗 他就来加持一下你 实际上我们很多人说 修成了神通 那个神通是假的 都是鬼神附体 什么天眼 天耳 他好像也有 实际上不是他自己的 鬼神给他附上去 鬼神他有这个能力 他借你的眼睛 他就可以让你看到 你平常看不到的东西 墙外是什么 地下是什么 他让你看得到 甚至他让你有他心通 知道对方想什么 一开始你觉得很奇妙 是不是我已经正得神通了 我是不是得出国了 出国就有天眼通天耳通 我是不是得二国了 二国就有他心通宿命通了 三国就有神足通了 等等 以为自己正国 其实被骗了 甚至还有什么呢 我也遇过 鬼神来 作弄他的 这个告诉他 你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就是观世音菩萨 一个声音给他耳朵里灌进去 他听到了狂喜 以为自己就是那时候往生 打电话给我 报告 说我预知实至了 好 你预知实至 我也随顺你 好 我就给你办 来 大家一起送你往生 到那个时候 没走 假的 被鬼神骗了 为什么你会被鬼神骗了 因为你有求这个的心 你心不清静 不老实 所以鬼神他知道 他有他心通 知道你这个心理 来玩弄一下你 让你下不了台 要走又走不了 你看你怎么过 是吧 不好意思见人了 所以这种心不老实 要放下 求往生怎么求 我老实念佛 念念不移 在这个佛号上 敬念相继 这个心就是真正往生的心 有一丝毫家长 我什么时候要往生 我欢喜 雀悦 这些都是夹杂 破坏了你正念 一直念到临终 佛自来现前 何必管他 几点往生啊 不需要在念佛上 再加一个 我几点往生的念头 不需要 那就叫妄念 那个念就不是敬念了 不相应了 所以念佛最贵老实啊 老实念佛四个字 说来容易啊 做起来都不容易 所以这都属于增上慢 他也不是真的要欺骗我 他是一本正经 很真诚的跟我讲的 把遗嘱也写好了 还写了很长的感恩信给我 感谢丁红师傅 您的教导之恩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一定要 这个成员再来 来护持您 都是增上慢性 搞错了 如果真正往生啊 阿弥陀佛来告诉你 那是真的 你没见到佛 只听个声音 可能都是鬼神的 那阿弥陀佛来告诉你 你也不用告诉别人 你告诉别人干什么 是不是这里讲的 西招名利啊 你希望通过这个 得到名利吗 人家赞叹你 恭敬你 哇 你是念佛念出来了 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菩萨了 把你供起来了 完了 功夫马上就破掉 魔障现前 所谓着魔就是这个 因望自信弥陀佛 意念分持总是魔 增上慢心就陷入了魔境界了 如果自己没有智慧了别 出不来 就陷下去了 所以为什么 金刚经三王提醒我们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不要着色生相畏处法的相 而修一切善法 那我们持戒念佛 是善法 善中之善 怎么个修法呢 要用金刚经的精神 离一切相 不着色生相畏处法 而持戒念佛 这就是佛道 不着色相 不着色相 阿弥陀佛来了 那是色相 那个色相是虚妄的 不是这个真有 但是也不是没有 说没有也不对 是有而非有 非有而有 那个有是似有 是妙有 而有的当下是真空 为什么呢 为心所限的嘛 为时所变的嘛 哪个时 你自己的第八时变的 因为你念佛 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应了 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 有阿弥陀佛愿力加持 使你这个第八时当中 佛总子现行 所以你看到的实际上 是你第八时 那个总子现行出来的相分 你不可能真正看到佛身 到佛身得至少 这个圆教出诸位以上 才真正见佛身 我们现在凡夫只能见到 第八时当中 自己现出来的相分 那极乐世界呢 也是你第八时的相分 你往生只是往生到 第八时当中的极乐世界 这个相分之中 所以你的六世所原念的 都是这个 第八时的相分 而一 无有重苦 但受诸乐 极乐世界是这样 全都是你第八时所现 这个第八时呢 是因为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作为增上缘 让你第八时这个极乐的世界 这个境界现行 而已 无有十法可得 如果你执着 如果我 我见到了佛 这就是虚妄分别 这是你烦恼习气 所以最好 见到如同没见 照样念阿弥陀佛 就行了 随顺佛号 敬念相机 不要随顺 那个分别的烦恼习气 你分别有个眼根 见到的佛像 眼根对色尘 这是你分别 其实呢 眼根跟色尘 都是第八时的种子 现出来的 顿现 因为有色尘 所以有眼根 有见分 和相分 同时 出来的 能见的 跟所见的 能所是同时出来的 那都是第八时 都是你的心 所以叫唯心净土 本性弥陀 没有离开你的心 都是唯心自现 感应道教 究竟非从外得 所以这个法相 你要了解 见到呢 不用声狂喜 不要太兴奋 别太激动 这感应道教 很自然的 水清了 月就陷了 有什么值得激动呢 一动 反而水就不清了 你的心水就动了 动了 那再来的 那就是魔了 不是佛了 第一念 你见的是佛 没错 你念出来的 你再狂喜了 那个心就浮动了 我跟你讲 再见的 就不是了 更何况 你还未必真的见到 听个声音 都不能算数的 或者说 看到空中 什么显个字 你某年某月 某日往生 那些 都是不可靠 别高兴太早 很可能 那就是魔来考验你 看你会不会有增上慢 你是随顺你的增上慢呢 这是烦恼啊 还是随顺静念 静念相继 如如不动 不取一项 就好啊 很高兴 跟人讲 让大家都知道 取向 取向就是着魔 所以 修行 真的要善知识 常常提醒提醒 有时候 很久不听提醒 会头脑发热 以为自己好像就不得了了 那都不行的 是功夫稍稍得利的人 就会出现 要过这个门槛 这个门槛 就要用智慧 智慧也不用讲太高深 就是 金刚经的 不取余相 如如不动 就这个智慧 无量寿经讲的 观法如画 三昧常提 这个法 如幻如画 那法是什么呢 所有的境界相 那当然也包括你心的相 都是如幻如画 虚妄不实 无常无我 你这么观啊 你的三昧常提 才能够常提 不然你三昧就记不下来了 就动荡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让更多的人学佛 念佛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我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我 咱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